Your mind is clearer than before Your heart is full and wanting more Your future's at the door Give it all you got No hesitation 好了 说到租这一方面呢 我这里整理了一些 关于外国人租房的这个常问问题 首先第一题 外国人可以租房吗 那当然是可以啊 我们这里的楼盘呢 都是非常欢迎外国人过来这里住的 OK 然后第二题 租金和费用是多少呢 OK 租金方面呢 它是根据你的地点 还有你的房型而定 地点呢 也就是说你是在吉隆坡的哪一区 那么好像吉隆坡市中心这个黄金地段呢 还是这个比较家外 如果是好像这个 吉隆坡市中心的黄金地点的话呢 KLCC 或者是Buget Pintang 如果你的楼盘是超过十年的这个高楼的话 每平方尺四令吉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千方尺的话 就是马币四千多 那么如果是在这里 好像这种全金刚刚建好的话呢 我们就是马币五到六令吉 也就是说一千方尺呢 就是大约六千多 租一个这个一千方尺的这个单位 那么当然你的租金呢 也是取决于这个单位里面的装修啊 还有就是有没有包括这个家具电器等等的 之类的这些细节 那么如果是关于水电费的话呢 这个水电费是由租客付还的 需要支付多少押金呢 可以退还吗 押金我们在这里呢 就叫Security Deposit 一般上呢 我们是收取两个月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水电的这个押金 一个月就是二加一了 就是加起来呢 就是大约三个月的这个押金 在住期到期的时候 屋主就会过来检查这个房子 那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而且水电费也没有拖欠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押金就是全款退回给租客的 是否有额外的管理费 OK 房子本身呢 它是有带有这个管理费的 而这个每个月的管理费呢 是由业主负责的 而租客本身呢 租客本身呢 他负责的就是水电费啊 还有就是网络费 就是根据他个人的使用的这一个配套 他就是自己去付还这样子 租房合同和期限方面 租约方面呢 在我们马来西亚 一般上都是一年或以上的 那你可以做就是 最短的就是一年 那你可以有弹性的 就是比较灵活的 就是做一加一 或者是两年 或者是二加一这样子的 所谓的那个加一呢 它其实就是有选择性的 就比如说一年的这个 Fixed rental过后呢 那个接下来的那一年 你可以选择继续租 或者是不租 那同样的业主方面呢 他也可以选择继续租给你 又或者是不租给你 又或者是租金那边 他要调整也是可以的 那总而言之呢 最短的就是一年 那么在好像有一些楼盘呢 有一些业主 他们可以接受半年的也是有的 屋内有包括哪些家具 和电器设备吗 如果是在吉隆坡市中心的话 现在的公寓呢 一般上都已经有 它的这个基本的设施在屋子里面了 就比如说这个厨房的橱柜啊 这个家电啊 比如说空调啊 或者是浴室热水器呢 都已经有包括在里面了 那有一些单位呢 就是这个属于 partly furnace就是半装修 那如果是金装修的话呢 就是有包括家具 拎包入住的那一种 那么当然 当你提供的这个家具的电器 越齐全的话呢 它的租金呢 也是相对的提高的 如果屋内有损坏 谁负责呢 来到这个单位里面 有东西损坏的话 就比如说这个电器啊 又或者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空调 不操作 浴室这一个热水器 它不操作了 之类的话呢 就是由业主负责的 因为呢 这个单位里面的东西 都是属于业主的 对吧 我全都要 那当然就是好像有一些 比较微小的这些维修 比如说灯泡 又或者是门锁 那很多时候呢 都是由租客 他自己去维修了 因为呢 这些就是 比较微小的这个费用 那那个租客呢 他自己本身 赶快去修理了 那他自己住的 也更加的舒适啊 然后在有一些情况呢 就是有一些业主呢 他们会在这个 合同合约里面呢 就列明了 就比如说 如果是维修费 少过马币250块的话呢 就由租客负责 如果是超过 马币250块的话呢 就由业主负责 这样子的这个 清楚列明的 周边有哪些生活设施呢 在吉隆坡住的话呢 其实周边设施呢 都非常的完善了 很多地方都很完善了 就比如说 大家所需要的这个 商场啊 地铁啊 公共交通 警察局 医疗中心 学校等等 在很多吉隆坡很多的地区呢 都已经有他 各自那一个地区的 这个周边设施 而且呢 都是发展完善的 那我的建议呢 就是当你要租 某个地方的时候 最好呢 就是亲自去那个地方 走走看看 因为有些时候呢 就比如说 呃 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比如说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幽静 环境很优美 可是对于有些租客来说呢 可能又不一样 对吗 呃 那 最好呢 就是大家自己去亲自走走看看 然后呢 再做选择 那好了 以上的这些呢 就是我整理了一些外国人要租在吉隆坡的房产的时候 常问的问题 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欢迎在我的视频以下留言 让我知道 那我再整理 然后再分享给大家 好了 如果想要过来这里看看我们的实际单位啊 然后了解更多这里的出租的单位的话 可以联络我的这个电话号码 我们的团队可以带你过来这里参观 好啦 我今天的分享呢就来到这里了 对了对了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还有分享 我们下一集见了 拜拜